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妙章元王本视频刚刚开始讲第一段的四本 就是当时四十的本源 当时有佛出现时间 叫做元伦音秀王华智 这是佛的别号 这是佛的十种通号的前三种的翻音 这是翻字不翻音 念出来的是音还是印度的翻音 就是十号 佛的十种通号的前面三种 如来 应共 正变之 多多切都 翻成中国话 就是如来 阿罗赫 翻成中国话 就是应共 阿罗赫就是阿罗汉 跟阿罗汉是相同的 就是翻成应共 阿罗赫就是应共 三茂三佛读 翻成中国话 就是正变之 正变之 就是佛十种通号的前三种 如来 应共 正变之 这个前面在十号里面讲过 就不必再讲 只把这个翻音 翻成中国话 知道就行了 那么就是说 元伦音秀王法治 如来应共 正变之 就是佛的 别号通明都在里面 那么就是说 九远截前 有这么一尊佛出现时间 那个时候的国土的名称 国民光明庄严 那国家的名字 叫做光明庄严 光明庄严是当时佛出现的 那个国家的名称 杰明洗剑 例如我们现在的杰 现在这个祝杰 就是贤杰 圣贤的贤 贤杰 贤杰有一天尊佛出现时间 释迦牟尼是第四 那么当时元伦音秀王法治 佛出现时间 那个时候的国的名字叫做光明庄严 杰的名字叫做喜剑 因为有佛出现时间 众生看到身华喜剑 所以叫做喜剑吧 这就是四本 庙严庄严王本事的根本 就从这个地方说看来 接下去第二 双标所化能化 所教化的神仲 能教化的佛陀 所教化的国王 能教化的夫人二子 把它列出来 所以叫做双标所化能化 所以叫做双标所化能化 彼佛法中有王 明妙庄严 其王夫人明月尽德 由二子一明尽藏 二明尽严 先把这个名目啊 列出来 彼佛 彼佛 就是指的 云雷云秀王法治佛 在这一段佛出现时间 说法的当儿 那个时候国家的国王啊 名字叫做妙庄严 彼佛法中有王 明妙庄严 好像释迦牟尼佛出现时间的时候 在他的王宫里 有静悦王 他有夫人 王的夫人 名字名叫静德 王的夫人的名字叫做静德夫人 而这个静德夫人有两个儿子 有二子 就是王子啊 有两位 一名 一名 静赞 二名 静严 静德夫人生两位儿子 一个是静赞 一个叫做静严 静赞静严这两位啊 就是这个妙庄严王 静德夫人 他儿子 下面是说明这两位儿子的功德 伟的神通 他所成就的 这个 这个体用 狮子有大神力 福德智慧 久修菩萨所行之道 这两位王子啊 不是普通人啊 他有广大神通之力 能现种种变化 看后文就可以知道 他有广大的福德 深厚的智慧 福德智慧都具足 就是福智庄严啊 成佛也有福慧两足啊 他虽然还没有到究竟两足 可是他的福德智慧非常殊身 怎么说呢 因为他久修菩萨所行之道 他是老修行 久修的菩萨 最起码在那个时候 都是登地以上的菩萨 那么也许就是实地菩萨 这个地位没有明显出来 他有这些神通广大呀 必定是在实地左右的菩萨 那么他的实际情况 后文有说了 现在不必提早讲 那么他修菩萨道 修的什么菩萨道呢 总不说六度了 下面就列出他的菩萨道来 所谓谭波罗蜜 所谓指下文来解释上文 所谓他久修菩萨之道 是哪一种菩萨道呢 他修六度 第一 修谭波罗蜜 谭 印度话谭拿 翻成中国话 就是布施 就修布施度 财士法士五位施 这个布施波罗蜜大家都知道的 不必细想 第二是斯罗波罗蜜 斯罗也是印度话 翻成中国话就是戒 持戒波罗蜜 波罗蜜就是到彼岸了 那么正在修的时候就是度 叫做六度 成就了就到彼岸 第二他持戒 三句禁戒 利一戒断一切恶 善法戒修一切善 饶益游情戒 广度一些众生 修去这个 修集这个三趣境戒 包含一些戒法 修这个斯罗波罗蜜 就是戒的庄严 第三是禅提波罗蜜 禅提 印度话 翻成中国话就是人 人 忍入的 忍入波罗蜜 禅提波罗蜜 就是修忍入波罗蜜 像金刚记里面所说的 孤立王 过去身体 都能忍受那种的 惨提波罗蜜 忍肉波罗蜜 第一是霹雳叶波罗蜜 霹雳叶也是印度话 翻成中国话就是精进 精进波罗蜜 专一如雅 就是精 努力向前 在拯 芙敝道上 专一如雅 努力向前 就是精进 他修这个精进波罗蜜 第五 禅波罗蜜 禅 印度话 får 翻成中国话旧意叫叮 我们中国人喜欢把它合并起来叫做禅定 应当禅来印度法翻成定 这是旧意 那么新意叫做静律 静律 静 安静的静 能安静啊 就能才能得定啊 静就是定 律就是会 有智慧才能做种种的观察 做度众生事业 所以律就是说定中有灰啊 不是单定 定会具足的禅定 禅波罗密就是修世间禅 出世间禅 出世间 上上禅 通通包含在里面 我们这里有上定法师 上上定 能修上定就叫做般若智慧 由智慧才能修上定 所以这个上定的名字太好了 禅波罗密就是第五 禅定波罗密 修禅定 第六 波罗波罗密 修波罗波罗密 波罗就智慧 那么这个 升空的智慧 法空的智慧 空空的智慧 波罗三空 这个 得究竟空空 才叫做究竟目标达到 所以要修波罗智慧 这个波罗智慧 跟世间的聪明不一样的 世间聪明有好有坏 做坏事的都是很聪明的人 可是这个聪明有好有坏 如果他用的不正当的途径的话 就是问题就很严重了 所以现在李斯科的子孙很多 越来越多越严重 这都是李斯科叫出来的 李斯科厉害 他这个聪明 世间聪明 那个不是智慧 害人的 佛法的智慧里面 没有一点点的杂味东西 完全清净 就近清净 所以佛的般若智慧 不翻成智慧 就是保持他 原来的翻阴 显示他的高贵 里面没有肮脏东西 就近清净 所以叫做般若般若蜜 就是佛法里面的 这个共般若 不共般若 三圣共修的 共般若 大圣菩萨道所修的 不共般若 所以这个般若心经里面的 行生般若 行生般若般若蜜 那个生般若就是不共般若 那么这个前面就是六度了 方便般若蜜啊 是从菠萨道开出来的 或者这个方便菠萨蜜里面 就包含后边四种呢 平常讲六度 华言讲十度 华言讲十度啊 也没有超出六度 只是在第六菠萨菠萨蜜里面呢 把智慧的会 摆在第六 从智慧合并的意义里面 开出方便 愿 立 第十是智 会方愿力智 这都是般若里面开出来的 般若菠萨蜜当体就是会菠萨蜜 智慧的会 第七 方便菠萨蜜 全球方便的智慧了 方便就是智慧 没有智慧不能方便 所以如果没有智慧的方便 那是方便出下流了 问题就严重了 所以必定要有智慧 有智慧的运用方便 那就是杜仲森的全球方便 这是第七 广发杜仲森自立立他的大愿 这就是愿菠萨蜜 第八 由此发出功用来做自立立他事业 力量充足 就是第九 立菠萨蜜 会方愿力 第十 智菠萨蜜 就是智慧的智 这个智菠萨蜜 智刚会分开 会为第右 智为第十 那么中间再开出方便 愿力 三种 合并起来 就十度 这里只讲第七方便菠萨蜜 其他的把它略掉 为什么只说方便菠萨蜜呢 用途在后边 晋藏经言两位王子 他又教化他的老王 他的父亲 没有方便菠萨蜜 怎么能够成就啊 因为后边要运用这个方便菠萨蜜的缘故 在六度里面从智慧 般若开出这个方便菠萨蜜 显示他现在做王子 是方便 连他的母亲进的做王夫人也是方便 后边教化国王使他舍些归正 更是方便 由他具备这个方便菠萨蜜 这个功德事业才能成就 所以特别列出方便菠萨蜜 其他可以总列 也可以包含在方便里面 愿 立 智都可以包含在方便里面 不但如此 还修这个四无量心 慈 悲 习 舍 这四个字啊 叫做四无量心 也叫做四等 有词 有悲 有习 有舌呀 有远亲平等 自他平等 那么这是等于是平等的 这个修法 不分别 总之在这里立他 乃至超略词 略掉其他各种修法 菩萨道上八万四千法门 六度万坑 通通包含在里面 所以用乃至略掉 没有列出来的名称 三十七平助道法 就是三十七道平 三十七道平啊 有的时候看成助道 以正修的帮助 叫做助道 有的时候三十七道平 当体就是正行 就是正行 例如说修四念初 四念初就是三十七道平之一啊 那当体就是正行啊 现在菩萨道它广修六度啊 所以三十七是助道平 三十七叫做七颗道平啊 七颗里面分成七类啊 你把那个数目字记好啊 你把那个数目字记好啊 就能把那些名项记得起来 三个四 两个五 知七三十七 七有一个 七有一个 八有一个 三四二五 知七 丹八 三个四 就是四念初 四正情 四如意中 四如意中 也叫做四神族 三个四 四念初四正情 四如意中 三个四 两个五 三四二五 两个五 两个五 就是五根五立 信进念定会 五根 信进念定会 五立 五根五立 两个五 七有一个 知七 一知七 就七菩提分 七觉知 七菩提分 丹八 八有一个 八正道 八正道 也叫做八圣道分 这就是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 明目前面都讲过 教你记不得 可以查出这个 天台四教仪 天台四教仪里面 有说这个三十七道品 这个站在菩萨道的立场 把它看成祖道 是修行菩萨道的帮助 祖道法 这些法明 两位王子的修行 非常的成熟 已经到了 这个炉火存心的境界 在阶系明了通达 这些修法 他都修得很彻底明白 寥寥长枝 完全通达 通达 就近透车了 他的六度乃至三十七道品的新型法门 他都已经修到就近透车的境界了 所以叫做明了通达 那么他修这些法门之后 得到什么收拥呢 宪政下文所列的七种三脉 佑的菩萨境三脉 日心秀三脉 静光三脉 静色三脉 静照明三脉 长庄严三脉 大五一的藏三脉 列出这个七种三脉 说这两位王子 他不但是广修六度 而且具备这七种三脉的功能 三脉就一翻成中国话 就是正寿 也叫做正定 就是这个功夫修到大 达成一片 跟心力达成一片 到了那个境界 那就三脉 例如说 你念佛念到一心不乱 那就是念佛三脉 那么心意叫做三摩地 或者是三摩体 翻成中国话 就是正寿正思维 也正定 那么他在这七种修法当中 都成就他的熟成的功用 所以叫做三脉 第一种叫做菩萨境三脉 静思清静 在菩萨道上得到清静 就是离去三垢 三种烦恼够然 都已经离去了 就是见思祸 就是见思祸 尘沙祸 无明祸 他独立了 见思尘沙是彻底断了 无明祸 如果他是实地的话 也剩下一点点了 所以在菩萨道上 他已经把烦恼断得完全清清静静了 所以叫做菩萨境三脉 远离三垢就是菩萨境三脉 日星宿三脉 这是见天上的星宿日光 来比方他的智慧 日是白天的日光 白天的日光 日光很强 能照破众生的黑暗 这个就是比方他所证到的十字 真实的十 他已经证到十字 好像日光普照时间 星宿 星 天上的星星 星星很多 星星很多 表示拳巧方便的作用很多 就是拳字 星宿是拳字 他证到十字 又证到全字 所以他教法众生的方便 能够自在运用 因为他得到日星宿三脉 根本的十字证到了 后得的全字也证到了 所以能够方便度化众生 这是第二 第三 静光三脉 清静光明 静光三脉 就是显示 他得到究竟情境的功德 所以发出光明来 来做度化众生事业 静光三脉 第四 静色三脉 后边叫做普现色身三脉 这个静色三脉 就是后边的普现色身三脉 这个普现色身三脉 在前面妙音菩萨品也说过了 那么他能够普遍显现一切色身 就是像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印 都能显现 但是因为他没有烦恼 显现这些身像 用意就是做谁类化身 做度众生事业 所以叫做静色 这都在定境中显现出来的 所以叫做静色三脉 第五 静照明三脉 以清静的本性光明 照了世间一切诸法 了了分明 无法不知 无法不晓 那就叫做静照明三脉 第六 常庄严三脉 他视线各种的庄严 福德智慧庄严 来使度化众生的功德 念念正常 所以叫做常庄严三脉 他自己正常福德智慧 也教化众生 使众生得到福德智慧 常常正常 所以叫做常庄严三脉 第七 大伪得正常三脉 他有实力的伪得 菩萨也有实力 菩萨的实力伪得 他能够包含一切诸法 所以叫做藏 那么他能生起各种的 殊胜的伪的神通的妙用 在后边一一有所说明 所以叫做大伪得藏三脉 这是第七 这两位王子都得到这些三脉 以此三脉一起通达 通通都就近通达 就是彻底正道 不要忘掉 我在妙人品的时候 曾说过一句话 要把妙音品的山脉的名目 要搬到这边来讲 因为我在讲妙音菩萨品的时候 急度要把那一品经讲完 算是要告一段落 那么因为这些名称 如果在当时讲的话 就会多一卷的录音带 做起来就不得好配合 因此当时我就说过 要把这个山脉的名目 搬到这个妙庄严王品来讲 因为这里有这七种山脉 那么这七种 两位王子所得到的山脉说完之后 同时利用这个机会 把这个前面 把这个前面妙音菩萨品里面 所说的那些山脉名称 也在这里加以补充说明 因为妙音品跟这一品经 是有连带关系的 等到经文讲到后边 结会古经 我就会说明 那么因此各位 现在不妨把这个经文 翻到前面 414页 414页里面 妙音菩萨从东方 他的原来的世界来 来到这个地方 儿时一切静光庄严果中 有一菩萨明月妙音 久以直重得奔 供养清净无量百千万亿诸佛 儿时成就神身智慧的 妙床下山脉一样 这些山脉名目 在当时没有讲 妙音品的时候没有讲 搬到这里来讲 很有帮助的 也能够配合的 因为这里列出的山脉 只是说 晋藏晋 晋言两位王子的山脉 没有说 晋到夫人的山脉 晋到夫人不是常人 等到后边会说明 结会古经会说明 那么这段山脉列在这边 同时把它补充说明 等于是说明这个晋到夫人的山脉了 假如你这个道理还不了解的话 等到后边结会古经 你就会知道了 那么说这个妙音菩萨得到的山脉很多啊 下面列出的名目很多 顺着这个名目啊 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第一 说他有神圣的智慧 所以能得 庙床像 床 床翻的床啊 挂得很高的地方 就是说他实证到诸法十项之礼 好像这个宝床高贤一样 庙是他所证的十项之礼 所以叫做庙床像 他证十项之礼 高贤在很高的境界上 显示他证诸法十项之礼 为一切山脉之王 最殊胜 好像床翻高贤 所以叫做庙床像山脉 简称啊 这就是 其证诸法十项之礼 为法伐山脉之本 所以第二 他又证到法伐山脉 法伐山脉就是受持法伐经 证到本机不二 全使不二 这个境界就是法伐山脉 第三 静德山脉 这个静德山脉 跟这个菩萨静山脉 可以连贯起来看的 就是 修菩萨道 得到清静 显示所有的功德 那么 就证到自己本有的 清静的体性 那么 破除三祸 成就种种功德 所以叫做静德山脉 第四 秀王细三脉 新秀中王 新秀中王就是月 这个秀王细三脉 可以跟日新秀三脉 比对起来相同的看法 不过他这里只是 说秀王就是月亮 也好像菩萨清亮月 常有必进空的那一种境界 所以叫做秀王细三脉 就是全自度化众生 其次叫做无缘三脉 什么叫做无缘三脉 度众生要有缘 无缘不能度 这个无缘 是指着菩萨度众生 没有条件 无条件 无缘 以现代化来说 他度众生没有条件的 并不是说我度你 你要给我多少回报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意思 他没有条件的 做度化众生事业 虽然众生要有缘 才能得度 但是菩萨度众生没有条件 所以叫做无缘三脉 方 咱咱 ру 咱咱